今年压续大盘维生地0016发展的元朗The Yoho Hub The Yoho Hub发展项目第B期 项目于圣诞节长假期进行首轮销售 在近期较淡静的市房下 首天营能卖出逾80%单位 销情不足 发展商昨日随即加推新一张价单添食 涉及145伙 部署2022年初进行次轮销售 在元朗大盘力撑下 一首市场在圣诞节三天长假期 共售出约293伙 较去年同期 2020年12月25日至27日 仅60伙 按年大增3.88倍 The Yoho Hub过去周日首轮发售 共325伙 项目于尖沙咀九龙站环球贸易广场进行销售 现场人头涌涌 气氛热闹 即日买出263伙 发展商随即于昨日加推4号价单 涉及145伙 以最高12%折扣计算 折扣平均尺价21,261元 教三号价单折扣平均尺价21,799元 低约2.5% 新地赋董事总经理雷霆表示 项目首轮销售销情强劲 共沽约264伙 占推售单位总数预80% 涂延预30亿元 发展商有件市场反应热烈 向渔客众多 昨日加推新一张价单 涉145伙 部署2022年初进行次轮销售 新地代理总经理陈汉伦补充 4号价单包括25个一房 62个两房 48个三房及10个四房单位 实用面积326至1036方尺 并加推大单位以满足市场需求 单位楼层及类型分布相当平均 属原价加推 单位截实售价698.8万 至2275.41万元 陈汉伦组称 经统计后 首轮销售的售价最高单位 为两座40楼私室 实用面积1036方尺 成交价2313.18万元 尺价22328元 尺价最高为一座43楼F室 实用面积325方尺 为一房户 成交价797.64万元 尺价24543元 首轮销售亦不伐大手买家 共有三组客扣入两伙 总额全部超过3000万元 最大手买家扣入一个实用面积927方尺4房户 及一个实用面积726方尺的三房户 共涉资予3360万元 位于朗诺路1号的The Yoho Hub提供1030火 实用面积317-1182方尺 预计2023年3月底落成入火 总括三天圣诞节长假期 The Yoho Hub力撑一手销情 年同其他新盘共买出 约293火 较去年三天圣诞节长假期 仅60火 按年大升3.88倍 约以周末两天 25日至26日计 侧路得约288宗成交 较前一个周末 18日及19日 约189宗 按周升52.4% 长假期较多成交的新盘 包括会得封地产旗下 观塘蓝田站Coco Hills Coco Hills发展项目第一期 于过去周六 25日单日年沽五火 涉资6698万元 顺致00083与会得封地产 牵头发展的西南九龙长沙 还为港会 昨日再沽出第二期 为港会2第二座11楼B室 实用面积741方尺 以约2265.9万元售出 尺价30579元 假期间整个为港会项目 共卖出五火 涂现5937.87万元 这条路上就继续了 最后最后的关注 感谢观看